好那咱们接下来看 呃下一位歌手将会是谁呢 壮汉啊一看就是个帅哥 走路就是个拽 是你们王源 就是王源 哎呦哈喽哈喽 这是你啊是我啊 我们就要一起看你什么感受啊哈哈哈 非常尴尬 他在那一顿说一看就是个帅哥给夸的 那你很容易被认出来啊 喂喂喂 喂123 嗯 王源你好 这里是时空中转战 啊 哦咱们介绍自己 呃首先呢我叫王源然后 然后是一名歌手 然后是一名演员然后同时也是一个呃 学生对 呃好尴尬呀 13年还是14年来着 呃 13年 13年对 二零一三年 冒冒人海中遇见你 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 是 不能停在这底 一几张 书 不可埋何 为什么要让人家现在这么小就要 人家刚爱惜爱 真的就要开始回顾一生了 呃 那么 哦 哦这个问题 嗯 其实呃 我觉得得到和失去是成正比的 比如说我失去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比如说我失去了很多 本应该在学校里的和同学一起的时光 包括可能在某一些时候某一些方面 会失去一些些的自由 但我觉得这都是 客观因素 其实我主观上面我没有觉得我 呃 有得到什么 或有失去什么 我只是觉得我在做一条我自己 想要做的正确的路 然后我在努力 就是这样 这个是很尴尬的地方 我想问一下你认识王源吗 不认识 请问你知道王源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TFBOYS吗 不知道 就反过来了 就要反得着 对他们找年轻大的 对 你认不认识王源呀阿姨 我认识啊 你怎么认识呢 我喜欢他听的歌 什么歌 我记不得了 反正所有的 听的歌我都不记得 哈哈哈哈 王源 是怎么知道他 广告吧 那你知道他是个歌手吗 知道 那你觉得你的长辈们 会有听过他的歌 应该没有吧 没有 他们不会听啊 人老了 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 但是呢 看到后面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反而就是轻松了一些 我觉得 呃 最重要的是在这条路上面 能够找到 呃 自己喜欢的事情嘛 比如说我喜欢音乐 而且我一直在 维持奋斗努力 我觉得这是我最需要 关注的事情 而且你看年轻的 不都认识我吗 对不对 所以就还好 我没有什么负担 对 你做好实验的准备了吗 嗯 做好了 现在 请你去往流金世代的 时空隧道 流金世代 好酷啊 哎呀 哇藏得很深啊 行啊小元 咱俩的关系 你都没有说 不让我说 神来一比 没想到 小元当时导演跟你说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当时是拒绝的吗 就是我以为很轻松 就是他们就告诉我 你去找几个长辈 在唱唱歌 然后 嗯 跟他们说说话就好了 结果我一进那个房间 嗯 然后在里面放这种视频 当时看了就还是 很感动的 很感动的